据美联社1月23日的报道 发生在1月21日晚间的蒙特利公园市五厅枪击案 是洛杉矶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枪案 调查人员23日仍在努力寻找枪手作案动机 警方表示 枪手此前曾因非法持有枪支被捕 家中有一支步枪 数百发弹药 似乎还在制造枪支消音器 据报道 案发当晚 枪手在五星五厅开了42枪 目前已经造成11人死亡 9人受伤 洛杉矶县验试官办公室周一发布的信息称 除一人外 所有遇难者都在60岁以上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24日证实 目前确认有中国公民在事件中不幸遇难 加州州长纽森23日访问盟事 呼吁华人振作并表示政府会全力支持 而就在民众悲痛之际 23日下午 加州旧金山半岛圣马特奥县半月湾疫农场 再次突发大规模枪击事件 已有7人死亡 另有一人受伤 市议员告诉当地媒体 遇难者为华人农民 枪案发生后约两个小时 现年67岁的枪手已经被警方逮捕 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枪击动机尚不清楚 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统计数据 2023年以来 截至当地时间1月23日 美国各类射枪事件已导致全美2715人死亡 2092人受伤 其中有121名死者为17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 美国移民局1月23日发表公告称 通过与美国公民结婚或投资获得有条件绿卡的常住居民 如以递交移除条件限制的I 751 I 829申请表 其绿卡将在到期后延长48个月 以提交I 829表格的申请人 新规自2023年1月11日起执行 以提交I 751表格的申请人 新规将于2023年1月25日开始实施 移民局表示 上述两种申请表格的收据通知已经更新 移民局将向此前已收到收据通知的申请人 发出新的收据通知 收据通知连同过期绿卡可作为延续身份的证明 持有人在绿卡到期后48个月内可以继续合法工作和旅行 最后 移民局还提醒有条件绿卡持有人 如果计划在美国境外居留时间超过一年或更久 需在离境前申请回美证I 131 1月24日 美国司法部联合纽约 加州等8个州 在弗吉尼亚起诉谷歌 指其非法垄断数字广告市场 呼吁分拆这家搜索巨头的广告基础业务 这起官司标志着美国司法部针对谷歌 第二次提出反垄断诉讼 也是华盛顿当局第五次挑战该公司的商业行为 几个州的总检察长则已针对谷歌提出三起诉讼 指控其在安卓移动平台的在线搜索 广告技术和应用程序领域占主导地位 违反了反垄断法 若获得法院监管部门批准 这将是美国最近40年来最大一宗企业拆分案 谷歌并不是唯一受到联邦政府审查的科技巨头 在联邦贸易委员会 Meta也是两项反垄断诉讼的主题 微软提议的动势暴雪的拟议收购也是如此 谷歌母公司股票消息后跌幅超过2% 谷歌称司法部的反垄断诉讼存在有瑕疵的论据 此反垄断案件将于9月份开庭 1月24日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 德国可能会在1月25日批准波兰向乌克兰出口 得志暴时坦克 波兰国防部长布拉什扎克24日表示 德国收到波兰关于向乌克兰提供暴时坦克的申请 文件将根据规定通过紧急方式进行审议 另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同意将大量M1 埃布拉姆斯坦克送往乌克兰 本周可能会发出移交公告 俄罗斯此前已就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问题 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发出召会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出 任何包含乌克兰武器的物资 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